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病人应该也看也少 才叫人心人数 这些都是有道理的 这道理我们慢慢去想 总而言之言我总之 谈到中华自然语就是要以中华文化 辱世道 做自己的内衡 然后再来融色 养生斑病的技术 那都是技术 有树梅等 有树少等 有树切等 是很严重的 两两家教授有一次等我讲 他说你知道吗 现在有上一中一下意 他说什么叫做上一中一下意 还有下意下面一个 你们能不能看 他说有德有财者 有财学的财 那是殇 有财 财能的财 有树 有财 略略欠起一点道德修养 还可以称得上终 有术 无德的 那是很危险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书会出来 大家在网站上一定要看一看 有一本书这么写 不要让医生杀了理 当然有的医生很好 但是他又学错了 叫做不要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看了理 在我们中国医学里面 《扁确心法》里面 古人讲 学医不知经骆诊 开口粗粗变粗 所以我就呼应很多的大众 我说其实货比善加和智慧 怎么个货比善加和智慧呢 就是你去看 你去看一个医生 你怎么会知道他有没有才学 你有没有知道他怎么样 你又不来问一些不礼貌的话 那你怎么办 你问他两件事 一个人就说 请教医生 有人告诉我说 调整饮食或者注意营养就可以改善我的健康或者完结我的疾病 对还是不对 如果是对 他可以怎么办 如果不对 你又告诉我怎么办 你看医生怎么回答 请教总是可以 你就知道他懂得懂营养 第二呢 你再问他说 请问大夫啊 既说经骆很有用 那经骆是什么 他又答不出 如果这两者都答不出呢 你赶快离他严议 获免三家 就那么简单 所以消费者有知的权利 消费者有健康 健康医疗的权利 这毕竟还是我们在台湾 尤其在台湾这种条件 是很好 所以很多患者只是一生的抱怨 告诉各位 在我的书里面 请大家再去看一看 就是 一有三品 病人已有三品 药已有三品 大家的命运也非常累 那一个文章 我想大家都看我的书 那不是我的 我谈得了不起 我是归纳了以后 龙缩在我那边 天下识都不是我的独传 只是 只是整理以后 再给大家分享而已 我不是要抬高我自己 请大家一定要看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老后在社会上服务大家 我们做的是健康处境 我们不是看病 我们是让人们怎么少生病不生病 或者生了病怎么协助他 康复 这是我们的顶目 这叫健康光临 这叫健康处境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定位 说了一半天 请大家在网站上都有饭 这些功夫一定要花 如果今天我们要去服务他人 你凭什么 有的人说 生意很难做 钱很难赚吗 各位 钱难不难赚 难不难赚 景气不景气 就意很困难 很困难吗 因人而异 在景气的时候 已有人穷极潦倒 且在好赚的人 已有人请假担惩 在困难的时候 已有人发达 是不是没有标准答案 差别在哪 差别在自己 我个人的心得是这样 任何时候 最近这样的书很多 过去讲历史 其实我不觉得那个叫历史 一个人在社会上 本来讲 我们本来就应该顶天领地 我们本来就应该站得稳 这个问题 消极者会成功成功 抱怨者会成功成功 健康也是一样 消极者会健康才奇怪 抱怨者会有良药 以及他的病 也才奇怪 所以很多事情 你仔细反正想一想 到底都相同 只是用到不同的地方 前两天请曾教授来 曾教授跟我给你 他说好了 既然你在谈健康管理了 那这样子了 你就把它定为 意 以健康管理 我这个功课大 一经的意 我想想看 好 老师这么说 我学生就这么做 所以我有功课做 然后呢 你们可能会听到 我在家一经 其实 告诉我 我一经啊 就是很简单 六个字而已 既然是意 意者就意 再有个意 就是变了 再有一个就是不意 所以呢 你把这三个字 把这六个字 想清楚以后 怎么想都是对 我非常有幸啊 我的学长坐在下面 我们比黄雄上 我的学长 他比我跟老师跟得着 不过我们的用功 谁用功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相信你比我用功 我只是把老师的 一经的概念 用在自然的学生 包括用在我的代理 我觉得我真的 社会良多 好了 我讲的这些前提呢 就是告诉各位 我们今天不再人多人少 在我的角度里面 人多好 人少 也很好 万有难 也很好 万有难 就是我可以经常来 做点自己想做的事 多一个人 就多一个花点时间 互动 人际之间的互动 世界一块的事 世界一块的事 好吗 你把这些心放平啊 那是很好 我到了北京 北京有个92岁的 中国中医药研究院 一位教授 退学教授 你是美国自然医学研究院的院士 你是我们的顾问 各位 你们知道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的顾问 有多少 这位老学者 他见到我 他说你哪里人呢 我说我困民人 他说你知道困民西山啊 西山龙脉你去过没有 哎呀 我说从小就怕那个龙脉 怕过若干支 他说上面有个对联 你知道吗 我说上面对联很多 不知道老师说的哪一个对联 大家听听看吧 你看他叫百经的学者 他跟昆明山山的一个对联人家都记得 了不起 我要告诉你们 我要告诉你们 那个西山是一个一个电磁旁边一个断笔 就是刹掉一面是一个断笔 先要几百上的学者 笔笔笔 然后呢 就从上面桌了 古人呢 用桌子一锤一锤地桌一个水笔 这样子一直一直桌上去 桌在那个咸壁的上半部 整个东西都没有用水衣 没有任何的装款 就是沿着那个石笔 桌出一个类似牌范 一个平台 有石纳 然后这种一个洞 这些就有灰心颠的 拿了一支笔 技术它整个工程完毕以后 在桌那支笔的时候 那个笔尖呢 一个不小心 那个笔尖就阻断 哎呀 这叫回商旧人 功亏隐亏 古人就是这么个个性 他讲 他功败出城 没有完成使命 最后是一个败 他就从那个悬崖上 就从他雕刻的龙门 一耀而笑 到天国去 因为没有完成 他们完美的作品 那这是真人真是五十分 乱讲的好不好 好 就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位老学者告诉我 他说上面有什么血 你看从山脚那个血量 爬爬楼梯 一直这样爬上去 爬到那个血壁下 他说 几步回街了 几步回街了 要把脚跟上来 他说 他说 执生消败 更临 身段放平 都有学问的中国人 好好赢完位 还是 切解决 而且 你去想想他 古人的信念 难怪他会告诉你 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 很多人在咬紧牙关 十年航船无人小 一己成名 天下之 好 很多人会一己成名 很多人会功成名就 但是功成名就之后 身段放不平的人 是多数 身段放平的人 是少数 中国人的文化 就是这么的巧妙 你看 很多事情 好好去玩我一下 我经常跟我儿子讲 我的儿子里面 都读哲学系 然后我也听听 他们老师的课程 比方中国文 中国哲学史 我也听跟老师讲的 这个有好大差别 刘兄啊 我们老师真的还了不起 我们老师是把 很高深的理论 很简单 很平实 很生活化的 内化的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这些 年轻教授们讲 真的纯理论 我一听完 我说你们老师 起少生活理念 所以讲的都很有学问 然后呢 教出来的学生 也都很有学问 但是连下厨房炒菜 都不会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问题 我讲的这些问题 我们今天来谈谈 健康促进 我们健康管理 我们本生